大家好 我是老柯 大家好 我是小仙 在2011年311大激战的时候 产业的巨大海啸破坏了辅导核电站的发电机备用发电机机组 导致核反应堆缺少冷却水 在辅导核电站的备用发电机最后的第一时间 其实东电公司就已经知道辅导核电站出事了 但是他们犹豫了20个小时 说是怎么来冷却辅导核电站的核心 一直在纠结是用淡水冷却还是直接从海水冷却 因为辅导核电站就在海边 抽海水很容易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辅导核电站一旦使用海水冷却堆缺 那么辅导核电站就再也无法使用了 所以东电公司一直犹豫了20个小时 在第20个小时的时候 辅导核电站发生了堆缺溶剂 导致了核心 它一直都在反应吗 对 它一直在反应 而且温度不断的变高 到第20个小时 就发生爆炸 导致了核泄漏 而且啊 到这个时候 那个东电公司还在想隐瞒整个事件的发生 当时的日本首相兼职人 是在新闻里知道 辅导核电站出事了 爆炸 都没往上爆 没有 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堆心溶解发生爆炸 发生核泄漏 第二个就是 辅导核电站的堆心核反应堆材料 直接渗入了辅导的地下水 之后的所有事情 包括这些核废水 都是为了这一次爆炸所上后 之后东电公司 在日本政府的努力下 才开始用海水进行堆心冷却 然后 这些堆心冷却出来的水 因为透过了核反应堆的燃料 里面就带有了各种各样的 反射性物质 其中最多的是穿 这个穿是里面最多的 但是是里面最无害的 还有碳14 这个是 稍微有害一点的 然后还有点 还有色 还有丝 这些东西 泛出的反射线 就是属于 伽玛反射线 对人体 它本身具有超强的传透性 对人体 对生物体 具有 非常强的破坏作用 其实这些水每天都在产生 每天会产生180吨这样的 冷却水 啊不对 180吨这样核污染的废水 其中只有20% 其实是冷却水 80%都是受污染的地下水 福岛核电站所建的地方是那个周边 最低洼的地方 周围的所有地下水都会往那汇集 日本为了繁殖这些核废料的废水 直接到海里就把它抽上来 把地下水也抽上来 把那些 都经过堆心的冷却水也抽上来就 把它存在一个个除水罐里 一共有1074个除水罐 每一个除水罐能1000多吨水 就6天会用掉一个这种除水罐 现在 其实已经是10年了嘛 对吧 离福岛核电站受损 10年了 已经产生了 128万吨这样的废水 其实在界 其实这个是个无底洞 它只能永远地扣建下去 可能有一天那个核 核反应堆 还不熄灭的话 它就无限的建 直到有一天 日本全是这种 出水罐 所以它肯定 要么 处理了以后排掉 要么找其他方法 其实 有个清淡 这是俄罗斯的处理方式 一次性释放能量 其实俄罗斯这个方法并不是很可笑的 俄罗斯在 民用 核弹这个级别 它是有丰富的经验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如果它说它是第2 没有人敢说它是 没有人敢说第1 还有民用核弹这个 民用核弹这个 它用核弹处理过 矿洞 灾难 处理过水坝 但是 这个当然 辅导核电站 因为是核电站 它的核反应物质很多 这个爆炸弹量 可能比当年的 沙环炸弹 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沙环炸弹 沙环炸弹是这个世界上爆炸威力最大的一颗核弹 但是 在北极引爆的 在俄罗斯 靠北极这边引爆的 引爆了以后 沙环炸弹是整个亚欧大陆向南平移了9毫米 好想听说过 那如果单量比这个沙环炸弹小那么一点点啊 也就意味着本岛可能会被炸到朝鲜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没了吧 好吓人啊 所以这本政府肯定不会说觉得我会选这个东西 那么这次辅导核电站的核飞水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到海岸对整个生态环境有什么 危害 对人又有什么危害呢 其实啊 没有人说得起 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为啥没法预测呢 我们就说一个例子 就是1986年 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 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也是第一次七级核泄漏事故 详细事情其实我们就不在这追逐了 因为HBO的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这部电视剧 已经很完整的把整个切尔诺贝利事件 拍摄出来了 有兴趣了解这件事情 直接可以去看这部电视剧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那我们今天来着重说一下33年以后 今天的切尔诺贝利是什么样子 他们受到了 这个切尔诺贝利那个地方 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这么长时间的辐射 又是个什么样呢 在2014年一个英国的设字组就进到了切尔诺贝利地区 他们本来想看一看在科学家口中的死亡之地 生命禁区是什么样子 因为在1986年科学家就预言 整个切尔诺贝利地区在100年内 不会有任何生命可以在里面生存 因为有巨量的辐射 但是在2014年 当这个设字组进入切尔诺贝利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了一个新兴现荣的世界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切尔诺贝利禁区外围生存的一群普世马 这些普世马群本来不是生活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 在1996年科学家为了观测辐射对于哺乳动物的危害 把普世马引进到了这个地方 最开始带了30只普世马到那个地方 有8只在运输过程中就死掉了 到那有22只 本来我们所有 我觉得可能正常来想 这个事情都是这些马可能很快就挂掉了 但其实这些马活在下来 而且活得非常好 在2014年的时候 这些马 数量就翻了一翻 已经到了快50只 而且 这些马的 茁壮程度 比我生活在外面 就是不在辐射区外部的那些 普世马的茁壮程度 还要强壮 好像辐射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的感觉 就这种感觉 虽然科学家在他们的粪便里面 查到了巨量的色辐射 巨量 但是对于这种马来说好像没有太大影响 对他们的生育 对他们的活动 似乎都没有太大影响 除了他们的 体格 体格也在正常的方位内 只是比外面的马更强壮 对呀 不是这样去 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 就是 有人去那个海里面 潜水就拍那个海猎蜥 那种海里的一种蜥蜴 然后 大家好 我带大家看一下未来的哥斯拉 就是不一定会灭绝 但是一定有变形生物 他们不知道 科学家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 就是身体里面到边有没有变形 但是他们比外面的马更强壮 但这种强壮也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他的强壮就是 科学家觉得他的强壮不是因为有合伏射照射 而是因为这里没有天敌 他们可以自由的奔驰 他们吃得好 睡得好 有可能 普世马只是这个里面 其中一种 在今天的诺尔 切尔诺别利地区什么 棕熊 野牛 蓝 蛇蜊 还有 驯鹿 200多种野生动物 在那个里面 摄入村 而且科学家发现在 禁区里的生态多样性 远远要好于禁区外 就是 有辐射的地方 要好于没有辐射的地方 禁区里面的所有被研究的 哺乳动物 昆虫 还有鸟类都处在一种稳定的繁殖里 非常稳定 而且稳定的完善 这种会不会是一种幸存者品质 不是 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甚至研究了在 切尔诺贝利污染最严重的冷却水池中 这个冷却水池里面的水就相当于今天富岛核电站 要排放的那些核配水 一模一样 甚至可能还比那些 不是 就是辐射量要高一些 但是他们就在这种冷却水池里面发现了两米长的黏鱼 而且在这个水池里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鱼群 长得非常好 还有各种水草 绿的非常艳艳 科学家因为不敢下那个水 人下那个水基本上就挂到了 他们用一种方式采集了这种两米长的黏鱼身上的一些标本回来进行DNA检测 发现鱼类确实发生了变异 这种变异并不是像坏的反向变异 变异是像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抵抗辐射这个反向变异 他们的身体里面多出了一种球蛋白物质 这种球蛋白呢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功能的时候 所以他们长得更好 我觉得长得不好那些可能都已经 死掉了 对死掉了 这种直接没有出 就自然竞争法则 对自然就留存下来的那些变异的更好 对我好好的变异的 个体 我想到了一个事情 什么 就是 推演一下 如果 如果排掉的河飞水真的对海洋有影响的话 就我觉得海洋生物不会灭绝 肯定不会 我觉得海洋生物比陆地生物要发达多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 日本的河飞水真的排入海洋 然后我觉得海洋的生物不会灭绝 因为我觉得海洋生物它其实 整体来讲比陆地生物更发达 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毕竟我们也来自海洋 然后 它肯定不会 但是如果说对海洋生物真的有影响的话 那就会 比如说 极端情况就是像 那几条鲜鱼一样 它活得很好 更强壮 对吧 从海链系变成了哥斯拉 然后 我还没说完 说嘛 然后 但是这样的话就影响了 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一些需求 如果这些河飞掉水 完全不经过任何处理 高泛射性的排入海洋 短时间内海洋生物肯定是往下走的 但一段时间后它就会回来 因为自然选择会把那些适应和发生性的鱼类保存下来 它们的物质 就像这些鲜鱼 和 那个 冷却水池里面的鱼类一样 它们同样能在里面完整的生存 没有问题 但是它们身上仍然会带上核辐射的 它们带着没有问题 它们不会承认问 任何事情 但是 人类无法 适应这个发生 这个问题 人类很难去像 一些这种海洋生物 我觉得 我们的适应能力会比它们要差一点 到时候基本上就是 跟海鲜 说over 说半戴了 再也不可能 所以说我担心的是什么 你再也吃不着 不是 我吃不着 这一方面 就很多人 因为吃不了海鲜 它就需要别的蛋白质 动物蛋白质来替代 就更多的人会转到内陆的一些鱼 来羊 你说白了就是猪肉会斩酱了 再成鱼 对吧 牛肉羊肉这些 或整个这边来设计蛋白质吗 那这样的话整个整体 人类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猪牛羊 淡水鱼 可能都会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你说这些辐射完全没有一样的 不是的 甚至很快就发现了 这个切尔诺贝利地区和外面的区域 他们发现 切尔诺贝利地区 辐射区的落叶 厚度 还有枯草的厚度要明显比非辐射区的要厚 而且辐射越强的地方落叶越厚 他们这些在 辐射区倒塌的树木就是长了要死掉倒塌的树木 还有落下来的那些枯枝落叶这些东西 不会被腐化 因为细菌生存不了 对 也就意味着这个核辐射区的所有微生物都被杀死了 细菌完全无法生活 就像我们说的 紫外线可以杀菌对不对 我们会把这些被子什么晒晒太阳 说是杀菌 我们杀菌的时候也会用紫外线灯 那个辐射区的这些高能伏传射性 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没有微生物 这种微生物其实是在 这个我们生态循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起到了一个分解者的作用 它把有机物分解为可利用的无机物 再由植物转化为能量 然后就进入生态循环了 那如果植物这些有机物无法被分解 也就意味着生态循环其实就不会 那我们推远到海里面 大海里面的微生物不仅扮演着分解者作用 还扮演着生态循环的作用 那是不是因为整个海洋的生态里面重要的两个环节都断掉 对 对吧 不好说这个是不是会对海洋造成多大的影响 影响面我们不敢说 我们俩也有什么数据这些东西 但有一点我可以说一定会影响到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呼吸的氧气 60%是由海洋产生的 陆地植被产生的氧气 其实只占 地球海洋量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而海洋中最大的氧气生产者 就是微生物 就是藻类 对 如果这些藻类微生物 产生氧气的这些藻类微生物被杀死了 那意味着地球将会进入一个 低海洋量的时期 我们要不要现在去山里面先找块地建个房子 那有用吗 有用 没用吗 山里面它至少密度大一点 我觉得不 我跟你讲 山里面的密度有不一样 植物产生的氧气 它白天产生氧气 它晚上还消耗氧气了 对 那说一说没有用 这就是什么情况呢 高海拔地区的海洋量会进一步下去 那往地海拔走 只能是这样我觉得 所以 我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希望 日本 不管是东电还是日本政府 真正能够把这件事情 做到有责任 单单的事情 你的废税 最终要排 这个东西 不是问题 但是你最起码要经过 层层的这种处理 一定要达到 国际原子能机构 设定的这个标准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 就是它要达到这个标准 说到做到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在 排放的同时 应该随时欢迎 邻国或者是 会受影响的国家的专业人员 随机出场 对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这些事情 造成的影响 就不是你一个国家 是全球为你共同承担这个问题 对承担风险 而且 如果真的是不经任何出界 就直接排到海里 那么可能真的 22年 2022年 会成这个世界的一个转得点 其实反正我不管 我只是希望 不要 真的 我还喜欢炸鲜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师 这个地方 这一页其实你要听我可以跟你讲 是在切尔德威利亚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黑色真菌 这种黑色真菌是以辐射为实的 这种黑色真菌呢 是以 卡玛波长 卡玛反射线 为能源 把卡玛反射线 这种辐射能 转化成生物能的一种真菌 它的为啥是黑色 就是因为黑色能有效的 保护它吸收有用的 波长的反射线 而屏蔽那些对它有伤害的反射线 所以它是黑色的 它在整个切尔德威利 就像 光合作用一样 用和光合作用的原理一模一样 利用这种反射线 并且 还出现了像 区关心一样 区辐射线 就是哪辐射线 我就往哪儿斩 这种形状 所以 科学家看到 这种真菌以后 就非常震惊觉得 其实 大自然可能 在为人类的一些 错误买单 它并没有去想着办法 去惩罚人类 并没有把这个 辐射线弄得 人类不可收拾 反而在用它的方式 处理掉 我们人类造成的 灾难流下的 泛射线 然后 把其他生物 再挪回来 好好地生死 这些泛射线 也用最简单的生物 来吸收它 可能有一天 它会长到 确尔高贝利的 堆心里面 去吸收里面的 泛射线 泛出氧气 泛出能量 产生物 又会产生一种 吃这种黑色真菌的生物 保证着整个生态链的完整 又出现一个新的生态链 它们的能源最初级的能源 就是那个泛射线 所以说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 人类自己只要拯救自己 是啊 人类其实地球都六十余岁 它从来不需要让人来拯救 只要能有能源 它总会回到一个绿色 或者生机勃勃的地方 总会回复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但人类不一定存在 人类不一定是它需要的东西